跟在徐曉星大姑 劉項杰後方身穿深藍色 上衣的男子就是林玉綸 三人疑似利用泰達币交易洗錢 5月7號收度遭北檢提訊 最新平面媒體報導 他當庭怒控 劉項杰夫婦栽贓 泛泛不平向法官公稱 劉項杰的母親說 如果扛責認罪 可以幫忙出律師費 但我是在太陽花運動 被打到重傷的人 曾教書十幾年 原本替電視台經營社群 收入破百萬 不會去犯這種罪 要清白走出去 因此拒絕認罪 林玉綸妻子曾抱怨 劉項杰媽媽說要幫除律師費 目的需要林玉綸頂罪 而林玉綸也辯稱 她是應好友劉項杰之邀 借帳戶給他們處理虛擬貨幣 曾問杜炳成夫婦 這是否合法 當時劉項杰還找來 羅姓律師掛保證 強調有進行 確認客戶身份程序 而林玉綸帳戶被凍結時 也曾質問夫婦兩人 怎麼會這樣 當時劉項杰當面打165防炸專線 說這沒問題 而根據周刊報道 林玉綸曾提到盤口修車等詐騙集團用語 他和劉項杰也被檢警查出 曾當車手到銀行櫃台領錢 匯款金額上百萬 檢調他查出來事實是 林玉綸自己也下海當車手 又已經是共同正犯 嚴押亭 林玉綸也沒有抗告啊 這期洗錢案 受害者超過50人 詐騙金額近三千萬元 即便三人互咬 林玉綸怒控劉項杰夫婦栽贓 勿交損友仍得面對 法律責任 三十文江文雄 播放宣宣 台報道